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围炉夜话 我就知道 这次罢韩会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请来我的好朋友 论述非常好的 我们的这个资深媒体人谢韩斌 韩斌来到现场 大家好 其实这次罢韩过了 我们老早就知道 老早就知道新制度 你只是说过了57万票 会有多少票 没想到这次高达93万票 比韩国瑜当选的票还多 那现在国民党该怎么办 听说这个好像将其成要 御驾轻征 笑成这样干嘛 怎么搞的 我老实说如果韩国瑜在高雄 这次被罢免 人家都可以操作到94万票左右的话 国民党谁来其实都没有意义 也是了 你看嘛这一次 其实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势力 退回到20年前 真的 对就是在成局全盛时期 那个时候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国民党 在高雄再怎么努力 大概都很难突破 韩国瑜今年1月11号的61万票 对 都很困难了 那所以不管谁来 清真都没有用 那何况江启臣本来的势力范围是在台中 因为他是少主嘛 对 那现在你就要去高雄 你选拔百规定 你是至少要六个月以前的 现在 现在三个月之内要补选完 请问一下怎么去 对 所以这根本就是假议题 那国民党大概就只能随便找一个 现在在高雄有附近的人 去应付了事而已 只是看怎么样出的比较不难看而已 那民众党大概也被吓到了 因为这94万实在太高了 所以呢民众党大概也不会推人 那大概就是静观其变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恭喜民进党 大概下一届的市长一定是民进党的人 只是看谁而已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次的罢免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要知道 当初韩国瑜拿到89万票 并不是因为 韩国瑜的魅力真的强大到那种地步 是 而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陈其迈无聊 陈其迈在初选选完之后 没有按照过去的冠例去拜访各个山童 就是选的太轻松了 是 因为他以为他自己当选定了 不能 那已经是我的 我已经是市长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去拜托这一点 而且选前两个月民调 陈其迈也是超过韩国瑜很多啊 是啊 超过19 20% 所以呢 当时陈其迈就是掉以轻心的结果 所以造成民进党很多派系 不但没有支持民进党 还跳出来支持韩国瑜 那后来经过这段时间的潜移默化之后 他们重新又再归队 那就没救了 那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南部 基本上完全放任 完全没有任何经营 所以造成了今天的结果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根本不要去想 什么高雄市长的事情 想也是白想 没有意义 重点是 你们要借由这次补选干什么 你要找一个 愿意为高雄打拼的人 你要以二十年为期许 嗯 你要重新在高雄 慢慢扎根 慢慢再做 然后拜托不要再找什么 黄昭顺 黄金平 这些老一辈都没有用 你要找一个 对年轻人有论述能力的 能够重新把国民党的理念 传达给年轻人这样的人 他出来才有意义 然后花二十年的时间 慢慢经营 看国民党未来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作为 就是这样子 他先从克刚开始 然后很多人都到很多地方去 慢慢直伏 像肖美琴啊 像之前的林嘉隆啊 可是国民党 每次都急旧张 突然间派一个人 人家当地人认为说 你根本没有重视我们啊 来这边混什么混啊 对不对 国民党长期以来 因为他从以前 蔣经国时代就是这样 结果是呢 国民党其实 主要的势力是在中央 那在地方 它大部分是 跟地方这些派系做结合 对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时代演变 各地方派系的势力 其实都在削减当中 对 然后呢第二个 国民党的论述 已经30年没有改过 然后没有办法 获取年轻人的心 那人家民进党 是从十几岁 就开始在培养年轻人 不断的一路一路爬上来 所以第一个 国民党就算有年轻人支持 这些年轻人没有战斗力 嗯哼 他根本没有办法论述出一个 能够让人幸福的东西 就是你跟人家辩论都辩不出来 对 你讲的永远都是老八股那一套 然后呢 你老一辈的这些人 还在那边争权夺利 还在那边以为自己可以占上为王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国民党这一次的罢名 其实就可以告诉我们 国民党彻底的 要整个结构 结构之后再重新建立 才有机会重申 不然就完蛋 那至于有人说 韩国瑜要什么去选党主席 我真的觉得大可以不必 韩国瑜今年几岁 他也六十几岁 六十 超过六十 其实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因为江启臣虽然是党内的青壮派 江启臣也四十几岁 他六十几年次的啊 是啊 所以他也并不是非常年轻 所以我必须讲 国民党现在要大量的换血 把年轻的这一代拉起来 那韩国瑜其实比江启臣 更不适合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其实我老实讲 韩国瑜跟国民党的谁比较深 他是跟老一辈的渊源比较深 也是 他跟年轻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他 他自己本身的基本支持力量韩粉 韩本很多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人 所以呢他在国民党能够发出什么影响力 我根本不认为 而且他才大败两次 又去选党主席 所以我必须说 第一个整个气势已经消了 第二个他也是个六十几岁的人了 我觉得他这一生该做的事也都做过了 你就放过他 让他好好回家休息 让他去想想天伦之乐 可是韩兵 这次最大的 大家看到最大的意外 就是徐坤炎议长 没想到为了政治 徐坤炎议长竟然做了 什么这样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 哇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你觉得徐坤炎议长 这样子的想不开 那后续有什么样的效应 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一时心情不好 因为我听说他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之前也中风 那其实这两年他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然后呢 不断的病痛的折磨 心情的误阻 然后一下子看到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那个冲击会很大 那我也批批讲 其实长期生病的人很容易都会有忧郁症 真的 那在这种忧郁的情况没有化解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时想不开 人就会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这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 老讲当天我根本完全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喔 听到真的吓到 没有人敢 不可能有人分析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谁会去想到这种事情 那我只能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我们也只能希望家属节哀 那但是我也比如说 我相信徐医长 他也不会希望看到大家纠结在这一块 因为我相信他是为了高雄好 高雄接下来 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还在那边讲说 败选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要去罢免谁 或是我们要去验票 我觉得讲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人家 就是事实证明 铁证如山的 人家就94万票 摆在那个地方 比你当初当选的票都还要多 所以现在政治这些都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重点是 我觉得 蓝绿不要一直在施裂台湾 重点是 怎么样能够让高雄最好 我觉得这才是徐医长要的 徐医长不会要的只是说 韩国瑜要当选 或是蓝军要拿到执政 我觉得他要的绝对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为徐医长在天之力也好 为了高雄治也好 让他都要抛开过去这些纠结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 还要再去罢免什么黄结 再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没意义 这样只是让大家的仇恨逐渐加深 而且我也要提醒蓝军 你们本来就已经是弱势的时候 你再继续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 其实对自己更不利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 大家还是向前看比较好 那重点是 我们其实台湾所有的问题来源是什么 就是对岸 如果没有对岸的话 台湾其实今天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展 那也就是因为对岸的压力始终存在那边 那现在台湾真正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就是当面对对岸的压力的时候 你要选择跟他和平相处 还是要选择跟他对抗冲突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差异就只是在这里而已 那当然对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 都会觉得说 我就跟对方变成会怎么样 那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说 其实冲到底对我们未必有很大的反处 其实我觉得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而已 那重点是大家是不是能够彼此容忍 然后了解对方的想法 然后用更有智慧的方式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会想办法去激化某一些族群的冲突 绝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可是我觉得现在在台湾 至少在年轻人这方面来讲 已经有一个非常主流的意见出现了 是什么 就是不想跟中国大陆接触 也不想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密切的往来 我们只想赚哪个钱 其他我都不想要 其实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概念了 那谁目前挡在这个东西前面 我个人老实说不管你愿不愿意 打在这个东西的前面 你未来的选举 你就会走向非常坎坷的道路 你大概永远只能当一些地方小众的议员 大概就是这样的而已 你在大的选举你会失败的越来越厉害 我必必说啦 你看民进党为什么现在开始在转变 过去他一直主张台湾独立 他现在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 那同样的 我觉得国民党也是要慢慢慢慢去转变 你们过去一直在讲九二公司 讲了个半天 老实讲到底有什么意义 九二共四现在感觉上像那种左之右处的言论 是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老实讲九二共四 它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这个时候呢是要对方的配合 对岸如果愿意配合你演这部戏 这部戏才演得下去 那对岸常常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的时候 常常脱稿演出 常常做一些其实对你很有伤害的事情 他只讲一个中国 各表已经不讲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去强调九二共四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民党要有新的论述 你要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论述 国民党才有未来 蓝军才有未来 那我是希望台湾的族群一定要和谐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看得出来 激化到已经 我觉得已经不太有理性了 因为一个罢免的东西 可以激化到九十四万票出来 对这很夸张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 诶四成多的投票 对啊 非常吓人的一个投票 那天高雄下午还吓大雨 是 所以呢我必须讲 我觉得族群的冲突 或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到这一个阶段就够了 台湾发展到这边就够 接下来我们要去想怎么样 大家都要去想 怎么样对台湾比较好 我觉得这才是认途 所以我们台湾 不要再搞意识形态 蓝绿 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当然可以 但是不要再搞意识形态 然后希望大家追求 这才是正办 对不对 最后大家要过日子 这个非常重要 好 今天一位时间关 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 知识媒体员 谢谢韩冰 韩冰人来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一次围炉夜话 再见 拜拜 拜拜